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我的大餅和小餅都已經用了很久 我最近踩單車的時候 一條鍊掛在小餅的時候 有時就會有些 這樣的聲音 而且會感覺到有點卡一卡 有時候會有 它的小餅我想到 壽命都差不多到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 新的一個小餅 這個小餅比我想像中便宜 買了大概100元頭 100元多一點 今天就來換我這個小餅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一早就把我這個大餅加小餅 整個拆了出來 它這個小餅跟我舊的 這隻小餅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34 哇 看一下是這樣的 一份很普通的黑色 黑色的餅 即刻來換了它 那些雪有碰到一隻手 哇 紙巾啊 它這個是星形來的 不是六角來的 等我看一下 我這裡剛好有個星形的 不知道是否適合尺寸呢 現在你要是星形啊 六角不就好 哇 距離上一次都已經不知道過了多久了 那現在我真的買了一個星形的 買了整套回來 那這次真的裝上去 那現在就買了 看看哪個才適合 一抽出來就立即兌適合了 那我就要全部扭出來 換過這個新的上去 看看吧 我看一下方向 那些時候 OK 啊 哇 為什麼這麼實呢 我發現我扭不到 哇 好實啊 哇 真的好實啊 應該就是扭這個位的嘛 但是真的實到瘋了 哇 剛剛有火花啊 哇 扭到一顆了 哇 真的好實啊 哇 但是我又不敢這樣抓住 我怕一隻手會戒到 劏得到 其實很不適合手啊 哇 好難扭啊 我只扭到一顆就現在 但是如果我這樣推下去呢 我又怕會這樣戒到 為什麼你會這麼實啊 叫人家怎麼扭啊 好 搞定 成功扭完第二顆 我現在想到的方法就是這樣抓住泥扭 是最安全的 也都是沒有那麼容易受傷的 啊 第三顆成功 第四顆來了 來啊 啊 搞定 哇 真是好實啊 真是利用完這個杠杆原理 抓住最外面這樣扯才能扭得到啊 現在把那些螺絲鬆出來就行了 這個 搞定 那現在就換回新的下去 不過在換之前呢 我就先擦一擦 好髒啊 那些位置呢 有點髒 正常用盲力 盲力的話其實都能扭得到的 好像我剛才那樣 不過預防萬一我 塗上一點好小好小的雪柔上去 哎呀我免我下一次如果 換的時候 又好像剛才那樣 那麼難 它本身的螺絲呢 沒有塗什麼 我這樣裝的 對準一點點 這個位置 對不對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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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啦那我就換了一個新的小餅上去 那現在呢就是這樣看上去 嘩 不過我猜不到呢 是這麼難刷的 真的很難吐啊 那如無意外啊 我換了一個新的小餅 應該就沒有了那些卡卡卡的感覺了 對啦 那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就是看我 換這個小餅了 那我們下條片又 再看看其他不同的東西啦 今天就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